台灣多次被形容是行人地獄 因為行人入拳很不被重視 那麼警方最近也針對這類的違規 進行家常取締 而15號凌晨1點多呢 新北市盧洲警方就在三名路上 發現一輛轎車 違規在斑馬線上停車 讓乘客上下車 上前盤查關切 駕駛很配合沒有酒駕 但是後座的乘客很不願意配合 警方問他身份時他不回答 甚至開了另外一邊的車門 想要溜走 來看一下當時的現場情況 原來現場是兩名援警在場 其中一人很有警覺心 嫌犯開車門時早就堵在了車門邊 那麼南乘客這時也不演了 警方問他是不是有話要說 他就說自己是執行通氣犯 事後上銬一查 原來男子真的有毒品 詐欺還有過失傷害 三條通緝案在先 那麼男子公稱 當時是要外出買宵夜的 車子是朋友開車 特地來接他的 結果違規停在斑馬線上 反而害他被警方盯上 這下也遭移送地檢署歸案